西南三位今天教大家做麻油鸡 买回来的鸡洗净后赶快腌制 将拍绒 加入少许米酒用力把姜汁挤出 随后将混有姜汁的米酒倒入鸡块中 另外加入盐 生粉拌匀 最后倒入少许麻油拌匀 腌制十分钟左右 热锅倒入麻油 姜片入锅爆香 随后加入腌好的鸡块 将鸡肉爆至微黄后 加入米酒 去核的红枣 枸杞子 加盖 煮开后继续焖煮三分钟左右 便可以转至砂锅中 麻油鸡是流行已久的滋补汤方 是一道不错的滋补食疗 您对我们有好的建议 有喜欢的菜肴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西南三味每天更新不同的家常菜 让家人忘不了家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